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要来关注的是 俄罗斯本土现在是陷入了经济危机 那么随着各界是持续的对俄罗斯实施相关的经济制裁 其实到目前为止 与俄罗斯有关联的任何金融资产 看起来几乎都是被冻结了 那么全球两大证券指数发行商呢 也就是MSCI以及另外一个是富时罗素 二号的时候就是相继宣布了 要将俄罗斯的股票指数 从旗下的广泛追踪的指数当中 要给他剔除掉了 那么基本上这个等于就是作为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惩罚 另外呢就是既标准普尔 以及呢他们是将俄罗斯的性贫 下修到了垃圾级之后 现在有另一大国际性贫机构 他叫做惠裕 他也是跟进了 所以他也是把俄罗斯的性贫等级 是直接就调降了六个等级 所以现在也是直接下修到了垃圾级 那么惠裕他就指出了 其实为了就是要应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 那么国际制裁的严厉程度呢 其实就加剧了宏观的金融稳定的风险 那么对于俄罗斯这样信用 基本面其实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而且恐怕是会削弱俄罗斯 偿还政府债务的能力以及意愿 因此他们是决定把俄罗斯 要列为负面的观察名单 那么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丁 它是加大对乌克兰城市的攻击 那么更严厉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就接连的生效了 那么俄罗斯与外界的金融联系 其实一个一个都在瓦解当中 所以现在就要来看一下俄罗斯 目前他们的市场概况 那么先来看到的是主权债的部分 俄罗斯在礼拜三的时候 他们是按期兑付了一笔卢布的债券利息 但是其实俄罗斯的央行 是禁止向外国投资者转移外汇的 所以现在大家也很纳闷了 那外国人要如何来拿到这一笔票息呢 目前其实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另外就是俄罗斯的央行 他们也是再发禁令了 所以有三万亿卢布债券的外国持有人 他们通通都是拿不到利息的 接着来看到股票的部分 那么俄罗斯的股市 其实本周已经有连续三天 都是没有开市的 那么俄国主权财富基金 他们就是准备要调动100亿美元 来支撑他们国内的股市 那么根据交易所的信息 其实这一次呢 莫斯科的证券证交所 他们是从1998年10月以来呢 他们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 他们停市时间最长的一次 那么能源的方面 其实也是影响蛮大的 虽然现在国际的油价是不停的飙高 但是基本上呢 现在完全没有买家是敢向俄罗斯 来购买任何的原油 那么有咨询机构就表示了 目前俄罗斯大约 其实已经有70%的原油贸易 通通都是被冻结了 那么另外来看到会市的部分 卢布其实连续第三天 是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岸市场最低报呢 是1美元对110卢布的状况 那么卢布其实他们的跌幅最高 已经达到了8%这么高 那莫斯科市场以及离岸银行之间 这种市场的卢布汇率也是持续的脱节 所以离岸的卢布 只是一度的跌到122.25 那么再来看到公司债的部分 其实俄罗斯以外币计价公司债 目前是处于一个不良债的水平 所以是不是还有交易呢 其实目前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最后再来看到基金 那么根据指数编制公司 他们追踪规模最大俄罗斯指数股票 型的基金的指数 目前是处于冻结的一个状态 那么标普道琼就表示了 俄罗斯上市呢 或是这种境内注册的股票证券 其实通通都是不会被纳入 他们的基准指数 即使他们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从上述这些来看的话呢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其实真的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且只要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火 还是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俄罗斯本土也还是得持续的打这场 毫无硝烟的战争 以上就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环宇新闻主播孙怡玲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环宇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即时新闻 喜欢我们频道记得点选五星 以及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环宇关键字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